干嘛那您今年您有 今年我六十了 没看出来 看您这心态什么的 挺年轻的 你看看孩子 天天看孩子 心态不好 你也不能老跟孩子那什么呀 这小孩 这没小孩 那你也就 闹着呢 在家桌子 什么他都动 没他不动的东西 各淘气了 女孩现在各野淘 比男孩来淘 对吧 那您可受累了 哎呦那怎么办呀 闺女 他们姑爷 他们都得出去上班 您不看孩子不久 那您年轻的您是做什么 我在邮局工作 那就那好工作呀 哈哈哈哈 那您这属于是那个事业单位了 哎 也不是谁也不算事业吧 那这会儿工作可算不错了 又稳定了 到时是 一直就是 一直干的五十退休 那您在邮局您是做什么 邮局 做在营业里 是吧 那就是管钱 看也不算管钱 就是邮政吧 嗯 哎呦 那就属于吃柜台里头吗 对 做柜台的 哦那那当时就是 那就是开什么账户什么的 这不是 开账户是 只去银行 我们是邮政 就是寄信的 哦 寄款的 寄宿地的 寄包的 哎呦那不仅需要耐心 还得需要说这个 服务行业不就是这样的 是吧 那你还得生气呢 到时候要遇见的态度 那可不知道 因为那个顾客什么人你都得见着 嗯 什么人都得 也有好的 也有那个瞒风不讲理的 是吧 是 那咱妈您最近给您最深刻的就是瞒风不讲理的 您怎么给化点 那你也不能 你干这工作 你也不能跟人犯态度 也得好好解释 那当时您也生气了 生气肯定是这么 干时间长了 你想我退休息就干了32年了 19岁就开始干 那你你生气也没用 你干就这工作 服务行业嘛 就这工作是吧 那边都习惯了 对习惯了 就是生什么气 完事就走了 就完了 只要给姑姑姐姐走了 要不然动不动就找领导 是吧 你得解决 是 问你你得解决 现在原来那小年轻的 动动 那时候我也是十几岁就上班了 也气得净哭 你那时候年轻了 后远就不到岁数了 你也就没有那什么了 只能就解释呗 是吧 是 是 那您真棒 咱妈那您现在您退休金能拿多少年 退休金拿5000块钱吧 还可以 打麻糟糊 是吧 还可以 也不多 也不愿意 现在有的退休 拿7000呢 是吧 拿1万多呢 嘿 那可以 现在退工资退休的时候 本身就 就不是特高 咱现在老涨钱 每年不都涨钱吗 是 现在就是什么呢 比那个不比谁啊 说 这咱也不比 是吧 你别人有钱呢 咱也没钱 是吧 就是一普通老百姓 就住这破房子 那可以 是吧 然后你比人没钱的吧 咱也不是说吃不上饭 是吧 对 就是就不能跟人比 我从来心态得好 我从来不跟人比 没错 自己什么情况 家里就什么情况 是吧 现在 都是退休费 是吧 就是了退休费 现在比的就是什么呀 看谁退休 拿的时间长 人家就比的是心态 比心态 好